这是设计一个spanable工厂 这个先不急 这个我们在定义这个时候 再看一下span 跟span有关的 有一个span stream或者span streambuilder 这两个都可以用 这两个都可以用 这个大家去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肯定是 它像这个stream 肯定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些结构 那么我们知道span 我们知道这个词 就是我们itml里头的小片段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builder spanable streambuilder 拼出一个字出来 spanable streambuilder 等于new一个 先给它new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有一个setspan setspan 那么在setspan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要求设置我们span spanable上面的一些接口 我们来查一下 span 要求实现我们spanable这个接口的 的对象 它这个地方方法写的不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google的一个bug 你看 setspan的时候 它的这个地方用的是object对象 对不对 但你真的随便去设一个object的 虽然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但是也没效果 对 所以它这个不对 它应该去给一个spanable接口 这样的一个对象 不要认为google就不会bug 可能就是 它可能一千多个成员 哪个成员没监控好 或者哪个小组的架务设计师没监控好 就设计什么样 那么好 它下面的直属的这个类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些 像span streambuilder 什么的 span streambuilder 这样子 我们直接 我们还是 也可以通过类似这种方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我们刚才好像在这儿也能看到一些内容 这是 你看 照有一些span 我随便找一个吧 比方说 imagespan 图片的 imagespan 好 我们就来试图去用一下这个imagespan 我们看一下imagespan怎么用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构造方法 直接传入一个bitmap 看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 也就是说 这一段我要求它去拼一个图 getdroid getdroid 和getsauce 我们看一下这里头要传的一些对象 就是span的话 第一个是传这个span的对象 第二个是传70点 这应该就是字符位置 我们猜的是字符位置 那么这个你看start or end of span 范围嘛 开始和结束span的范围 最后一个是一个tag 这个tag是来定义 我们这个span的这样如何插入的这样一个方式 ok 那我们就先感受上 我来定义一个imagespan imagespan 我们看看能不能直接用到我们的joyable 直接就可以用得到 for 还有tvt 这个是我们的资源id r. joyable. 好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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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他需要需要那个 需要设置一下边边界啊 这个就不需要 嗯 他只是一个 串啊 嗯 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来试着 先给他插一段内容 save text 给他插段值 大家好 今天天气不错 这是他原有已经有了的 嗯 我们现在给他插到这个里面去 就是一二零一二三 从四开始插吧 那这就是四 我们从四插到 插到五 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个flag 是什么呢 说我们说的是插入方式 runabl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入方式 怎么去看他 我们还是看那个runable那个接口 啊 就是runable spanable 这样一个接口 spanable接口里面看有没有插入方式 嗯 找一下 找一下刚才的那个方法 是set 是setspan span stream builder setspan setspan 里面的旗帜 里面的旗帜 没有这个对说这个对象的长量吗 好 好 找一下 再看一下 是去呢 我们看到了啊 就在这个这个地方 summery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flag flag要设置的一些值 这就是他的一个插入方式 那么exclusive和exclusive 他的这种形式 这个是混合的模式啊 就是混合模式 这是exclusive和exclusive 意思就是什么呢 嗯 相当于是不不包含插入时候的这个文字 从启动点或者结束点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这个就启动点 比方我刚刚设的是比方说是7或者3或者4 对不对 他是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设的这个新的这个片段是不包含那个点的 嗯 这个是不包含结束点 这是不包含启动点 但是包含结束点 这是包含启动点 不包含结束点 就这样的一些方式啊 下面还有一些混合模式 你比方说 你看他说的这个 什么mark pointer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inclusive 好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地方 scanable 这个exclusive 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给他设上去啊 用add 用append的 追加 追加文本 再看一下像这个我也不是去我也不会去死记它 所以我平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spanable stream和spanable stream builder 他们都是实现了这个chasequence这样的一个接口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往这里面去设置 也是可以往这里面去往我们的那个里面去设置 就是textview里面去设置的 所以我们这个textview太不大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甩 好 好 那我们所以这个地方textview 我们给他set text 可以直接把它给放进去 spanable builder 大家注意就是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文本啊 这个文本 我们就不通过这样的这种设置了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new一个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通过new这个对象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两次settext 两次settext它会覆盖掉 它会覆盖掉 我们看一下spanable builder 这有一个sequence这样一个对象 我们把那个值放到这里来作为它的一个处置 这样子作为它的一个处置 这句话我们就不要了 ok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对吧 就出来了 是这个 是这个 那么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要给它不同段的 比方说大家好 三个字要是红色 这三个字要是黑色 怎么办呢 那这里我们类比的 我们再去查一下资料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span 很多的span 在我们的tagsstyle下 像我们刚才用了imagespan 那我们还有一些跟颜色相关的 forground colorspan 前景色span 那么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用的 包括大家看 我们还有什么 蒙版filter 蒙版过滤啊 还有变换啊 纯粹的样式啊 很多我都没用过 我们的手机 就是它有一段文字 我一拉它它就变颜色了 然后可以复制了 一拉它可以变颜色 就是一个网页 你用手机把它选中 然后点右键可以选复制 那种 你是在pc上面的 我说在安卓里面 那个效果是不是 通过这个事情 就是用手指来选中 选中的 就是选一段字 可以复制它 现在不复制嘛 就是选中的 textview一般不让吧 一般是那个edit text里面 那个不是吧 一般是edit text里面的 你的text 没有为什么不能选 比如说有一个短信 有一个短信 选一部分 现在只要实现选一部分 就行了 可能那个复制的 什么是别的 那个假的 反正我以前做过 我是用edit text的 然后模 就是 就是 不让它可 可编辑 让它显示 那这种方式 但是我估计 这也可以在这里头 因为edit text 本来就继承它 而来的嘛 edit text 本来就继承于 我们textview的 所以 在这里头 应该也有相应的 关键 但里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滑动事件 bullet 我怀疑可能是这个 你可以下来研究一下 那么好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研究出了图片 颜色这一块块的比较简单 大家就用这个forground color去 就可以了 比方设计第几个到底几个 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我们关键是 现在要去设置一个什么 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事件的这样一个链接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像 URL 这是网址的 suggestion imagine 这有一个 其实它最常用到的都是这些代注式 有几个代注式的比较常用到 这有一个 那你要用的就是提供一种基本的方法 来编辑部分的这样一个文本 可以试一下这个 下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就是能够看能不能在textview上实现 这样一些选中的这些办法 好我们这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附加一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clickable span 就是我们这个span是可以去点击的 可以去点击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span怎么用 它里面有一些抽样方法 像有一个unclick 有一个unclick 实现了这样的一些接口 它下面还有一个字的 是URL的 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span 我们再定一个span 我们再定一个span 这个是clickable span 等于new一个clickable span 那么它在这里面 它在这里面 有一个抽现方法 必须要被我们来重载 那么就unclick unclick的时候 我们直接 我们就boost activity了 我们就toast一下吧 fromwidget.net 你点击了 同理 这个span我们给它传上去 叫setspan 我们看 从第几个到第几个 我们希望给它设上呢 就这三个吧 前三个大家好 前几个 前五个 从零到四 从零到四 我希望都给它选上 我就给它用span include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 当然这个红色 是我们自己定义过的 刚才 我们点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就实现了我们自定义方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至此 我们的这个界面 最关键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点它 一个是这个图片的加载 甚至于这个 网络图片的加载 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解决 对不对 网络图片到时候 无非就是我不要 从你本地getaway source 去得到那个作业部对象